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训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我们继续来到白阳圣信论语第93次的研读 那今天同样呢 要读的是巧言令色 先义人 那我们昨天来到了这个令色的底线 那我们再把昨天读的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那个俗间 南京气功自讯 善与人同花光热 端吃此让理为刚 悼念充足正念情 学修与行党日常 除他欲知亦我巧 知与善良也轻垮 君子勿求实在得 启荣见到问心房 本力道生所行广 不偏不倚不彷徨 君子勿求实在得 本力道生所行广 君子人善与人同 与人为善花光热 端正自己 时让理为刚 恪守道业 恪足正念 学修讲办行 若实于日常 除贪欲我巧 发挥善良本心 别轻狂 做好君子勿求实在得 启荣行人左道 问乱兴皇 这就是本力道生所行广 不偏不倚不彷徨 好的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到 显这个字的政坛训 那我们是到了第五段 来我们请知恩 南平道记辞讯 集合众志成志善 保地进入莫空返 感恩之心实提倡 与人为善 至中天 妄我徒气 专心意 用心听讲 感佛先 智慧知己 为心用 排叛徒儿努力前 应时质疑 浅言告 徒等珍重 正气餐 施饮佛堂 陪徒气 严厉 名利 行道展 这是我们佛佛老师 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给大家的叮铃 集合众志 众志可以成成 成的是什么呢 至善 至善的保地 这个保地 就是这个庄严的佛殿 这是在台南的记得宫 那既然来到这里 保地 进入 莫空返 就是意思就是说 不要入宝山 空手而回 那开班呢 要有感恩的心 实提倡 意思就是说 实时存感恩的心 当我们了解人 在这个人世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就会知道 我们该做什么 那该做什么 意思就是说 一定要先存感恩的心 才有办法 有那个动力 来做 以人为善 至中天 忘我涂气 专心意 提倡的是什么呢 能够让每个人 那个善良的本心 得到花费 所以看到人家 做一件好事 我们要以人为善 要给人家赞叹 甚至跟人家一起 来努力 来做 所以要好好的 专心致意 这件事 用心听讲 感佛现 那在这里呢 开班 就是要用心听讲 那份真诚 就可以跟 诸佛菩萨相感通 智慧之起 为心用 智慧呢 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 每个人都 具有如来 智慧得相 就是要从 自己的心性下功夫 多修德性 就可以有智慧 还判 徒儿努力 前 赶快去努力 因实质疑 浅言告 徒等 眼里 明里 行道展 佛老师虽然要退窍了 但是他还是 引在佛堂 跟大家一起 来学习 眼里 明里 行道展 一起 师徒同心 共同来努力 来把这个道 好好的推展 所以呢 回来佛堂真好 因为佛堂是心灵的加油站 来我们请 停轩 佛堂是心灵的加油站 我佛恩需词训 心性得要下功夫 不下功夫 哪来的根深蒂固 修道就像一棵树 不经风吹雨打 落叶依然飘在地上 不会因风不吹 就不长心芽出来 你们人心会因一些事 而发出道心来吗 要想想看 这大自然当中 都有道的存在 佛堂是一个加油站而已 让你家加油当中 跑得更快 你们都是上圣之人吗 好 佛佛老师 勉励我们说 我们要把根渣的身 这个叫根深蒂固 根渣的身将来 树 才能长得茂盛 这个就是心性 要下功夫的意思 但是呢 树要长得茂盛的过程 也要经过风吹移打 那这个风吹移打 就是一种考验跟锻炼 如果没有风吹移打 没有考验锻炼 也没办法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棵树 就成长出来 另外呢 这个风吹移打 其实也有好处 就是把这个落叶打落在地上 那打落在地上呢 那就飘在地上 不会因风不吹 就不长心芽出来 对这个意思就是 其实所有的考验锻炼 对我们都会有帮助啦 人心也一样啦 如果没有经历一些事情的锻炼 这个道心也划不出来 这个考验锻炼呢 最好的地点都是在佛堂啦 佛堂也可以行功利得 佛堂也各种的考验锻炼 当然都会有 那所以佛堂是一个心灵的加油站 要成为上圣之人 就要不离佛堂 不离经典 不离清闲 好 我们要接下来 到这个闲这个字了 这个底讯的部分 来 我们请小佩 蓝平道际子训 修道过程当谨慎 而恐失之良善方 似有而无足魅忘 枉得人生修一场 虚华炸位修 虚不炸位非修者 知会说理且明章 人生真谛性成端 寿壮其苟如是祥 修道过程当谨慎 人生真谛性成端 修道的过程当谨慎慎 唯恐失言失格 失去本自具足 良知良人的善能量 如若失去了良知良能的善能量 就会似有而无 就会似有而无足魅忘 枉得人生修一场 甚至虚卜不识 无作乍为 不成为修行者 君子人当以智慧说理 且明章为努力 时时以产养人生真谛性成端 从少壮到年老 成性不变 能成为一位年高望重 令人尊敬的有得者 修道呢 其实就是要从谨言圣行做起 这儒家讲的 谨言圣行 是修精子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夫 为什么呢 因为人很容易失言 失言就会失格 那失格呢 就等于我们的那个良知良能的善能量 也就不见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良知良能的这个善的能量 那他就会 叫做迷增足忘 也就是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就会枉得人生一场 甚至如果修半野一样 枉得人生修一场 因为 最重要是要把我们的善能量发挥出来 如果失去了善能量 那修老半天 就等于说 没有真修失恋 其实善能量就是那个慈悲心 那个爱心 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是要多发挥爱心 多发挥慈悲心 这样才不会惜福不死 甚至呢 人没有爱心 就很容易胡作回味 那没有爱心 怎么成为一个修行者呢 所以今子呢 当以智慧梭理 且明瞻为努力 就是说要有智慧 讲的道理才能够感动人心 才能够 这个斐然成章 就是说 不管梭理 不管 这个 讲道 讲课 自然而然 你有智慧的人 你讲出来的就是能够感动人心 那个智慧 很容易可以展现 所以呢 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时时以采扬人生真谛 信成端 时时呢 有机会的 就是多 讲经说话 多说人生真谛的道理 让人呢 能够信受奉行 甚至呢 充满发喜 从少壮到年老 我们要守住这个诚信 是最后这边叮咛 要成为一个 年纪大 但是年高望重 这个是得望 这个是年高望重的一个 指得人家尊敬的有得者 年纪越大 越得到人家的尊敬 当然这是不容易 所以呢 要做到守节 来我们请 那个 宿珠姐 恩师词语 守节 修道就 只是尽好每个人的本分 该你守的时候就守 该办的时候就办 不要忧心操心太多 一切有上天在安排 但是徒儿们要谨记 现在是你们该赢的时候 家乡还不能办 就是要赢 可是在赢的时候 要好好的扎根 要好好充实你的财学德行 好好累积道中学问 默默的行功利得 要守好自己 不管是在凡业 还是盛业的本分 所以维师今天带 守节来 就是要徒儿们守得住 你的智节 且不慌不乱 不招进 不退缩不前 事实打悟 什么时机就做什么事 好的 方默老师 名利我们 要能够官司应变 这边讲到故乡不能办 有可能这个地方就是 目前到呢 还很难 这个像 我们台湾这么容易 要 集合大家 一起来开华会 上课都这么容易 所以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 这个是一个修办的天堂 我们要好好珍惜 当然上天也会给我们护齿 不过有些地方就不可能像台湾这么样 所以佛佛老师说 能办则办不能办则守 守什么 守节 那一方面我们要学会允 允得允得 学会允 那所以佛老师说 他带了守节来 意思是说 要守住自节 我们所立的愿 就是我们的自觉 那我们不要照进 但是呢也不是退缩 只是在允中半 险中长 要关机 这个时机还没到 我们就忍一忍吧 守住这个节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请陆姐 南平道具持续 修者莫要令射逢 淫福为虚实意 中性言性 未非令产 修之以得正常 是其所以到贸易院 仁爱者行何任行 以爱为基善为主 远至盛行 述导行 修者莫要令射逢 以爱为基善为主 真修者莫要巧言令射逢 要能迎接福气 就只需做个诚心诚 实意 郎即是言中性 行赌进 即是非令 藏者 再配合修之以得 正心道 得仓 要看是否为真伟 真修君子 只要视其所以安 当冒否和悦 一切所为 是否以仁爱为出发点 是否能当 和重任堂 总之 要能以爱为基善为主 远至盛行 述导行 真修者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巧言令射 如果是一个真修者 喜欢巧言令射 逢人就逢迎拍马 这样子 其实是不能够称为一个真修者 一个真修者 他可以得到很多的福报 那是因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 做个诚心实意 就做一个严重性行笃进 而不是一个巧言令射 讲惨媚的话的这种人 所以再配合修之以得 正心道德 做这种提倡人心 进化道德的事情 这种人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福报 也是一个真修者 那如果我们要看看 是不是一位真修者呢 就看他是其所以安 看他的心是安住在什么事情上面 如果他安住在一个 君子所为的正心道德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真修君子 道貌是否和业 还有他的态度 是不是都保持一种祥和愉悦 也就是炼太和 炼太和炼到一个阶段 就会变得很和悦 我们等一下会来谈这个问题 一切所为 是否以仁爱为出发点 因为充满着爱心 这是一个真修君子 最基本的条件 是否能单喝重任侃 他的承担力如何呢 总之要能以爱为基 善为处 演自盛行速导 好 我们接下来来讲一讲 这个共命鸟的故事 这是我们三天院长 给我们的慈悲 来 我们请业力讲师 三天院长辞训 共命鸟 经上曾经记载一则 共命鸟的故事 古时有一只共命鸟 共命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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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两个头 但共用一个森林 某日它飞到山中的一座森林 右边的头发现了一颗香蹄的果子 便津津有味的独自享用 不肯与左边的头分享 左边的头看了很气愤 也很嫉妒 它四处张望着 也发现自己这边有一颗果子 仔细一看 是一颗有毒的果子 左边的头因为很气愤 便狠狠地把这颗毒果子吃下去 结果这只共命鸟面临了生命的危险 而一同死亡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一则故事 而这一则故事 不要当作是一则故事 你就是故事中的活生生的共命鸟 当你得到时 不要吝啬与别人分享 即使将全部贡献 绝对不会有自豪的损失 同样的道理 当别人不好时 你也不必愤怒 急着毒死他 因为把他毒死 对你来说 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利益 在群体中 要共存 共荣 不要共害 共亡 好 这个院长给我们慈悲的共命鸟 可能很早很早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听过的故事 不过呢 现在修办到之后 我们来听这个故事 感觉蛮有 蛮有启发的 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是生命共同体 也不是说 两个头的鸟才是 大家都是 彼此之间都是 尤其在一个佛堂 一个道场 一个团体里面 那每个人 要好就要一起好 然后就要懂得分享 如果好 只是自己独享 那就会有 很不好的结果 因为有人会看着气氛 会嫉妒 然后呢 他说不定呢 要坏 让自己坏 然后坏了一锅粥 这样子 那大家也就跟着坏了 有人用这种报复的心 那不要以为说在道场 大家这种心已经都修掉了 没有 有时候还会被激发出来 所以 院长才跟我们提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 透过这个故事 也可以还醒自己 我们会不会 因为别人的好 就嫉妒人家 或者是说 自己的好呢 不懂得分享 如果有 我们都应该要调整 这个叫做要共存 要共荣 而不是要共害 共亡 共亡 这个共命鸟的故事 还有很多启发 我们继续来读 来我们 请那个美心 共命鸟的启示 共命鸟的作用 就是要学会 故事别人的时候 忘记别人的处境 人活在世界上 需要互助才得以生存 需要互利才能有所成长 需要互进才能产生力量 需要互爱才能一体和谐 第一个启示是要懂得布施 布施当然不是布施给自己 而是布施给别人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上 布施就是互助 互利 互敬 互爱 这四个相互的那一种付出 那一种布施 这样子才有办法生存 成长 发展得更好 才能产生更大的力量 才能成就一个和谐的生命共同体 当然这种互助 互利 互敬互爱 在我们道场当中 这个大家都在做 所以我们能够成就一个 既有吸引力的道场 人家喜欢回来 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来同修共断 就是因为大家都能够互助互利 互敬互爱 好 再过来 我们请书间 共用鸟的启示 道场也是一样 如果失去互助 互利 互敬 互爱的心 就不会信守 誓言 誓言 所做的就会被判到 被判到的人一定 遗害万年 道场是感化人的地方 是进化污秽的地方 是引导人走向光明的地方 是给予温暖的地方 是拯救人灵性痛苦的地方 好 方才讲到道场是心灵的加油站 那其实这个加油站就是包括这几项 它可以感化人心 它可以净化人心的污秽 它可以引导人走向光明 它可以给予人温暖 那可以拯救人的灵性痛苦 那这个呢 都跟大家的互信 互利 互敬 互爱有关 就是生命共同体 大家一起有这种感觉 而不是有人要做一个被盗者 因为心生不满 心生嫉妒 而产生一些被盗的行为 那就很可怕了 所以应该要互助互利互敬互爱 好 我们继续来读 那个志恩 道场不是在某个人事物尽中 也不是某个人事物尽才必须做 你本身就是一个道场 就必须具备感化 进化 引导 给予拯救的精神 要将每项任务当作是我应该担当的使命 这样的道场由自动而推动 推动而互动 互动而转动 转动才可通达 这里呢 道场呢 讲究的就是自动 有自动才能推动 推动才能互动 互动才能转动 这个讲得非常好 转动就是整个动起来了 所以道场不是在某个人事物尽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道场不是某一个人的 他的一挤一动 一念一行 都是大家必须跟寻的 也不见得 道场是上天的 要看这个人的 一言一行一挤一动 合不合一道 合不合一上天的天意 很多人事物尽 都是人自己去营造 人一旦营造了 那要看他合不合道 因为道不是在某个人所营造的 人事物尽中 也不是某个人的事物尽才必须做 就是我们都是欢喜做了 甘厌寿了 不是因为被命令的 或是被要求 我们才做 因为某个人的要求 某个人的命令 这样子呢 去做就没有道 道是发自内心的那一份感动 然后把它行出来的那一种行动 那才能够去转动 所以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道场 感化进化 引导给予拯救 这个是由我来做 我自己要主动 才能去推动 才有互动 才能够转动得了整个 好 我们再来请停轩 共命令的启示 基本生命体 不要把它当作需要某种组织 某种架构 或是需要上方计划 才能够推行 如果你能先调整好 这种种不好的心态 不正确的观念 你本身就是一个健康的生命体 还需要一条路 搞组织 写架构吗 如果要这些推动才来实践 那么这一切的计划 绝对不会让你更有生命 只会让你更模糊焦点 你就是一个基础 当你本身做好这个基础 不管有没有连理 你都知道怎么开发 你一定很清楚 要以什么心合作 当你明白群体共存的目标 就不会私自组织党派 群体共存 有好的有坏 好的影响很快 坏的传染也很快 但重要的 不是某个人或某个体会组成什么挡派 而是每个人都要培养好自己的细胞 都要注意自己所组成的细胞是什么形态 当每个人都能这么做 实体就没有再有所谓的我或个体 而是相处的和乐融融 相处的和乐融融很重要 生命共同体最重要的就是要和乐融融 那这个基本的生命体 在这边先佛勉励我们 大家先调整好心态 把不好的心态先拿掉 那什么叫做好的心态 就是互助互利互敬互爱 而且要自动 要行动 要转动 这些都是好的 不好的呢 就是像共命鸟那样子 看到人家好 没有给你分享 你就很生气 那就有一种要死一起死的心态 然后反正不是我一个 大家一起 那种这个就是很不好的 很坏的 这里叫做坏的传染也很快 好的影响很快 坏的传染也很快 所以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培养好 自己就像一个好细胞 它也会影响 影响别人 我个人好了也要影响别人好 然后让大家和乐融融 共命鸟的启示 其实是蛮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 学习到这边 各位请求请坐 请住坐卧都可以 如果坐的话 我们就请端坐 然后菩萨低眉 眼观鼻 鼻观心 就是把那个意念 来到我们明思一点 玄关处 一次玄关就打开了 会有感觉哦 绵绵若晨的感觉 然后当你有这种感觉之后 你就可以深呼吸 但深呼吸的时候 我们的意念也要跟着牵引 把太和元气 吸进来 然后到丹田 到前身 到脚底 然后再呼出来 一呼一吸之间 让天地间最好的太和元气 充满前身 好我们今天呢 就是谈到我们刚刚读的 和乐融融 和乐 为什么和要摆在前面 所以我们修道要快乐 就一定要先修太和 一定要跟每个人和和乐乐的 那也就是说跟每个人都心平气和 不要乱花脾气 也就是说修道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花脾气都是对某一个人 那某些人某些事 我们会花脾气 一旦花了脾气就代表说 我的脾气毛病跑出来了 那我就要把它化掉 我们前面有讲 化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深呼吸 但是要先菩萨低眉一手弦观 把太和元气吸进来 这个太和元气就去化你的脾气 深呼吸用鼻子 深呼吸 用你的弦观深呼吸 不是用你的嘴巴 如果脾气来了 用你的嘴巴 那嘴巴一讲出来 一定很难听的话 那你这次就破功了 一旦人爆发出来 讲得很难听的话 一定那个脾气跑出来了 那脾气跑出来了 你这一次就是被脾气给征服了 那你就要得很大的苦果 脾气花完之后的伤害很大 别人可能受伤三分 自己受伤七分 我们常常这样讲 所以一旦脾气来了 要记得我们要用太和 好那再来就是 为什么太和修了是会乐 我们昨天也有谈 前天也有谈 就是当我们修炼太和的时候 一定要用慈悲心 不是只有坐在那边 这样子静静的修 而是要有行动 要有付出 要有爱心的付出 我们说 助人为快乐之本 爱心就是互助啦 互静啦 互爱互利啊 我们刚刚今天讲的嘛 那有了爱心的付出 别人就会得到快乐喜悦 那你也有快乐跟喜悦 当别人 因为将而感动的时候 你得到的感动会更大 然后喜悦也会更多 所以人与人之间 一旦有了爱的付出 那就会彼此很合悦 所以我们今天也读到说 合悦很重要 和乐融融很重要 但是它都是以一个合作开头 就是修炼太和作开头 也就是说我们在道场中 我们号称在修道 如果脾气毛病都改不掉 连那个平和的心都掌握不到 连那个太和的气质都展现不出来 人家从我们身上感觉不到 和乐的道貌 所以我们讲说 道貌要和乐 道貌和乐一定是先练太和 练练到再有慈悲心 配合太和 然后从付出当中 那个和乐的道貌就出来了 人家也会和乐融融 好的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共同学习到这边 也感谢诸佛菩萨的扶持 老师的教导 各位前贤的共同参议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平平安顺顺利利 一切充满正能量 好的 谢谢